中大做了一个关于传媒的研究 我觉得这件事反正我们可能是对的 记不记得我们开言论自由行这个台的时候 也做了一个有关传媒的研究 调谱的程式是OK的 所以这个新闻今天成为了都市日报的《头发新闻》 也有很多报章在跟进的 那为什么呢?港台也是成的 因为那个传媒研究是大包含的 由新媒体到旧媒体全部都收拾了 到免费报纸是全部收拾了 所以免费报纸就当然告诉你 越来越多人看便会免费报纸 所以今天METRO都市日报的《头发新闻》 就是《风pat web 看报纸直逼路成人》 食字 无止境的挑战 你的最新发言是什么? 里面有个数字是说到很多人是透过社交网本数 人是透过社交网站去看得到资讯 其实在这个讨论里面 我觉得很多人忽略了的东西 很多人用有知还是无知去研究 到底报纸是否应该由传统印刷媒体 变成现在的网上媒体或者APPs 我觉得这个研究未完结 因为现在更多是用Facebook 所以现在就算做得很好的APPs 我觉得也未必有用 因为除非有很优厚的元素 不是的话 其实大家一贯所有资讯都是 分享在Facebook 然后再得到资讯 你看到现在的确有很多网上媒体 他的网页可能少了 但是他有很多资讯 去到Facebook 这个才是个关键 所以如果老闆想投资 其实在Facebook 或者未来可能是Instagram 即时新闻是给了一张照片 有很多网友说明报这些 过市了 现在世界都在新媒体 有一些评论尝试建构立论 就是说新媒体越来越重要 也越来越多人看 也是应该向前走的 但是他们用了但是 这些一定是在做旧媒体的人说的 一些是在传统媒体的人说的 但是新媒体 现在都是要完全基于旧媒体 去拿一些资料 才可以有评论 他不是说评论不好 而是说你没有旧媒体去提供一些资料 你怎样可以去做到评论呢 但是我对这个说法 我都有意义 我想最明显的是 其实我们都被人当是新媒体 但是我们都要在落场 在现场去吸收一些资料 你旧媒体的评论节目 会不会这样做 你旧媒体的评论节目 今天不会在湾仔 看着那些人怎样发生 旧媒体都是 旧媒体反而来还是拿着报纸 评论昨天的新闻 而我们真的可以即时评论新的新闻 还有一点 就是他们说旧媒体 有钱有资源可以做偵察式报道 但是我觉得 新媒体做偵察式报道是更多的 不过他们不用传统的手法 他们有Facebook 所有人都有手提电话 他们随时都可以监察或者偵察 其实那个力量才是新媒体 最终能够完全取代旧媒体的地方 所以答案是什么呢 其实答案是 这一刻短期之内 旧媒体要想想如何运进新媒体 不只是想分工 你再做好些旧那一部分 其实不能够帮到你很多 但是更重要的是 所有人都有机会进入新媒体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公众教育的工作 那个公众教育的工作就是 一般人他不是记者 他有没有记者的操守 那个水平和那个质素 那样反而是旧媒体 应该要做多些事情 就是教导他们的读者 就是人人都可以是记者 既然是的话 希望你都能够保持住那个水平 那才是答案